国际施职会300F区11号上午在花莲市的静丰生活园区举办物资捐赠仪式 带来60份的中原普渡物品 借由施工所的公益平台转送给有需要的家庭或机构 也落实施职会WeServe的精神照顾在地若是 第一施职会今年特别集结会员安心在普渡过后 把物资转赠给有需要的家庭或机构 11号上午来到花莲市静丰生活园区 把60份的物资捐赠给花莲市公所 将这个爱心抛砖引力 希望能够引起社会更多的社团来参加 然后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乡亲 在中秋佳节之前也可以得到温暖 这是我们一个社团的精神 市长威嘉贤特别颁发感谢状肯定第一施职会深耕花莲 投入社会公益不遗余力 那我们知道说开学的期间有很多的家庭 其实弱势家庭 那其实为了孩子的学费 孩子的一些费用都非常的苦恼 那这期间也谢谢王会长跟所有师兄们 长期以来对于这些弱势家庭的关怀跟关注 那可以暂缓输解一下一些家庭的一个开销跟支出 那我再次要特别谢谢我们王会长 在每一年的中秋节的前夕都能够把公益做一个相关的链结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有更密切的链结 那一起协助更多的做私家庭 今天我们把相关的物资也转赠给相关的社福团体 那我还是要再次的代表花莲市民 谢谢我们第一施职会的所有全体师兄 那也感谢他们 第一施职会捐赠给市公所60费普渡物资 要分别转赠给花莲县老人进家庭关怀协会 门诺会花莲善目中心 希望透过民间团体力量 把物资直接送派到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家庭当中 市长温家贤也提醒乡亲 如果周遭出现有需要被帮忙的个案 可以通报给离干事或离长 或者是反映给市公所设劳客 公所会全力来协助 据学历群华联市报道